有關係的 嘩大哥 你好各位 Kill Sky 這個名字叫做 Eric Chu 聲音很神奇 一定要走到這個窗 走過兩步 我的窗是否有一個洞 傳聲音進來 純粹是 不能設定的情況 哎呦 沒事 我按了解決 有沒有任何東西給我設定 我擔心這遊戲很大聲 先打開 打開會不會 沒有啊 大家看畫面 似乎看到是 全螢幕又可以 奇怪了 因為我設定了 有這麼大燈嗎 可能是 先打開 沒有啊 我沒有叫它 Feed to Screen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畫面看 這遊戲有黑邊的 但是在這裡看 就不要 那就不理他了 最大問題是 我沒得教 沒得教這遊戲的聲音 大小 沒得在遊戲裡面教 或者那些速度 那些 我儘管再進去看看 教就應該沒得教了 看看會不會太大聲 安全起見 我在desktop這裡 稍微調低一點 如果太細聲 你告訴我 平時負9.3 現在負到15 左右 回到遊戲廳先 看看跳不跳 可以回到遊戲裡 也成問題 沒錯 又可以了 但沒得教MOS速度 MOS超快速 是另一個問題 也沒有任何標題畫面 等等 這個 不過 首先這遊戲 我不知道 玩了多久 因為這個是 一個 嘩 MOS沒有反應 還以為 這個是在Steam上找回來的 DEMO 但遊戲自己 都好像是 都沒製作好 所以DEMO 都會非常簡陋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最少聽到沒有音樂 沒有什麼 HALLO BY KEEP 今晚來我們的 試玩星期六 最近下載了幾隻遊戲的DEMO 這隻其中一隻 HELLO LABOR 是一隻 都有點驚嚇成份的遊戲 看了它的 trailer 都很可怕 但你看到畫風 好像不是很可怕 有些公仔的造型 都挺有趣的 但 實際玩下去 我看了它的 trailer 似乎 又不是很恐怖 但是 有點不寒而律 那現在呢 我這個DEMO版 我不知道DEMO版 可以玩到多少東西 我這裡比劏房更慘 一進屋 就 戴門之後 就房門 這個 小小的圓關地方 真是敏都尾油 沒有其他門的 我現在盡量轉得慢一點 那個畫面 我沒有教它視點 所以我怕會比較容易適運 都沒有關燈 我唯一可以做的呢 就是開門 那這個遊戲是什麼一回事 叫HELLO LABOR 就是你好啊鄰居 我們似乎 我沒有很追查這遊戲究竟是 做什麼的 我暫時 我連街上的眼燈都關掉 這麼搞笑 我知道呢 似乎發現了鄰居 有些古古怪怪 那我們就會走過去鄰居查 究竟搞什麼 就不是解謎 是潛行進去人家的 基本上 現在只有幾個按鈕 可以按的 就走啦 現在蹲下了 聲音大不太太 因為我沒有在遊戲裡面教 這個DEMO非常簡陋 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太大聲了 告訴我 和我聲音的 是什麼來的 蘋果定 應該對面的家 中門大開 但是對面 就發光的 我家裡 還有聲音 時有時無 好 八卦鄰居 我旁邊做一些不見得光的事 很秘密 很令人害怕的事 所以我過去 免自己 於災難 信箱打開了 我比較怕的是 因為 我看過的附近 你要在家裡 做一些奇怪的 例如 開了門 關了一個櫃 引開它 讓你的鄰居 走去檢查 那些東西 趁機 就輸入他家 在家裡 看他藏了什麼 但是 你覺不覺意被他發現了 他就會追殺你了 我比較怕是他追殺我的時候 就會 突然很大聲 或者這樣 鄰居很可怕 什麼事還沒發生 就說很可怕 閃閃的那些 是否可以動 我都想知道 因為 我按左鍵右鍵 是沒有用的 一個E鍵 就是 interact 但是你見 很多東西 我都收拾又收拾不起 按E也沒有反應 那我不知道是 純粹是DEMO的問題 還是 還是 真的沒得動的了 你看到 都封了圍板的 大家看不到 有音樂了 突然間有邪念的音樂 很奇怪 走完房子裡 就有音樂 有邪念的音樂 走開兩步 就變成閃叫聲 色術聲 很黑 大家是不是什麼都看不到 我的手機 因為搞得比較黑 就什麼都看不到 我沒有電筒 不好意思 後院有個垃圾桶 真的調了過去 減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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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咦 按X和C 有得I左 I右 真的是潛行遊戲 這樣就 只有潛行遊戲 才會有 側側的頭 裝一裝轉彎位 這個功能 基本上 有後門 開不開後門 你猜 欸 開不到 嘩 好大聲 那個 我可以 錄影 調小聲 但我自己的遊戲 調小聲 很可怕 我按小一點 我唯有 車房段 故意都開不到 我們正門移入 我不知道 DEMO有多少內容 可能人都沒有 我們可能自己嚇自己 很難說 但是 我很怕它突然一彈 我們按門 會不會 有些 有些拿來衰 啊 裝一下 裝一下 我覺得這個DEMO是人都沒有 沒有理由我們按了門 也沒有反應 那你做DEMO來做什麼呢 都完全試不到 遊戲 只是看到那個環境 這個環境 都不是做到很漂亮的 那些質感 一般 我們儘管看看這遊戲 玩到多久 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這個DEMO 玩到多久 吃鬼賣燈 理論上 我們應該會關燈行事 但我們關燈很黑 大家什麼都看不到 這遊戲 你玩過這個DEMO嗎 8K 我們現在是這個DEMO來的 啊 突然害怕 為什麼 上樓上的路 會被東西塞住 門就全部開不了 喂 躲於衣櫚裡 基本上這個遊戲 是可以躲起來的 但現在這個DEMO裡面 有沒有必要躲起來 我也不知道 很害怕 這樣弄回 可以關燈嗎 封住自己的後路 怎麼搞的呢 而且 他的聲音 常常是有時無 很會作為 閉路電視 但不知道為什麼放在地上 喂 What the What the聲音 那些是電話錄音聲 Hello Yes Yes 說DEMO很短 Yes DEMO沒有人 一閘路電視 來不來 嘟嘟聲 我覺得我們 可能衝進奸屋裡 然後 被那個 被那個 民居捉走 他就會 Game Over 這個DEMO 我不想自己嚇自己 嘩 像收音機的聲音 這裡呢 這裡有張照片,大家看不看得到,可以開燈看嗎? 這裡有兩個男人頭貼頭的照片,不知道代表什麼 叫畫嗎? 全部都開不到,只是這房間開到 就是這樣了 展示意願 被人這樣嚇一跳 大佬 我們再試一次,是否純粹被人嚇一跳就game over 為甚麼房間不一樣了 房間不一樣了 但我們這樣走路都是被人抓的 每間房間都不讓我進去,我當然是被人抓的 不可能被人抓的 我剛才被人嚇一跳,我不是被人嚇一跳 我是被音樂突然變大聲嚇一跳 加上我一邊在說話,一邊有些東西叫GiriGuru 我聽不到 我甚至聽不清楚是後面有人 這次房間不一樣了 多了陷阱,我們看看踩暴獸器會怎樣 不如直接好不好 心臟病死 踩暴獸器 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最想知道我的鏡頭是會被他拉到我的背後 還是我自己轉了面 Hello Team Games 大家準備了 我們隨時被人抓 我剛才很自然地叫出來 我剛才不知道為什麼 來多一次 有沒有辦法不被人抓的 我只是想知道 我特意去踩一些會中陷阱的東西 然後就放手,蹲屎不動 這次有得進去 是越玩越多東西 還是每次都隨便 開這個也不能開 這應該是後面的Garage的門 不好什麼 誰說不好 不要踩暴獸器 太遲了 我們貼著牆 沒理由再被他抓到 又有暴獸器 OK什麼 不要暈還是什麼 我現在進去踩 大家準備 我想聽清楚 他一被人抓那一刻 就會有很厲害 很大聲的音樂 嚇到我 一定是什麼鬼 開小聲一點 大家準備了 給大家心理準備 我們會被人抓的 踩 他正在來 我聽到 腳步聲 這樣 不想 你中招 也不是馬上死 不過我被人 踩住了暴獸器 當然就不能走 我們不能去 另一間屋 不要管 不行 有隱形牆 OK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展示會越玩越多 還是 這次連正門都進不了 我們試試 叮噹 逃走 逃走 聽到腳步聲 嘩嘩嘩 出來了 出來了 見到我 見到我 轉個兩彎 撞一下 回進去 師傅 聽到幾下腳步聲 會不會在後門走出來吧 剛才嚇到你心臟病發 我也有心臟病發 後門又進不了 那我可以怎樣 至少呢 我覺得試了這遊戲的展示 應該知道 我應該不會買一隻 完全版來玩 出來了 都很害怕 不是經常都過得到的 這次倒了很大的東西 每個人都過不了 蹲下 過不了 我可以撿起這些箱 這些東西 沒可以撿 有什麼可以interact 什麼不可以 我實在是 不清楚 現在 有得跑 但是如果你說正門都進不了 的話 那我沒什麼好做 這一次 窗門進 嘩 又做什麼 我 兄弟 你又有報收器 咦? 你家裡這麼多報收器 我們試完這一次就算了 實在 每次都這樣 都是說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那東西 我一踩了 一中那些危機 音樂突然 那東西 原來有報收器 在花園裡 我們先小心點 我們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 不要出那些收音機的聲音 那些聲音影響了我聽他的腳步聲 而且我在門口踩暴收器 他不應該知道我來了 你猜 這裡可不可以進去 你猜 那只是在門口才能進去? 對 他正門如果... 咦? 不是喔 不窄的門口似乎進不去 我們沒理由打一把玻璃的 嘩這間房間倒轉了 你看看 那張桌子是天花板的 原來這個是... 要不就是做道具的 這個叔叔 要不就是... 什麼... 物理學家 我覺得 突然間裝到他 走走走走 完全在哪裡 他已經習慣了他那個Mouse的速度了 老實說 不過呢 我們可以怎樣... 嘩!正門這樣包一個暴收器 那我怎麼進去啊 這個demo版 demo版好像很鑑粗 樣樣都很隨機 玩完這次真的暈 又暈又吐 好看著啦 你等我轉遊戲才來看 暈又沒有吐啊 我等他開走他的車 算數 我們家裡有沒有工具 可以拿過來 那我沒辦法 你真的沒辦法 這樣放一個暴收器在門口 我可以避過 等他自己踩 自己踩暴收器 他又不走出來 他不會破槍而出吧 或者在第一房間見到 我看見他 我看見他 他坐在廳裡 我看見他 跟他打招呼 Hello 朋友 喂 看不見我啊 我們有個紙皮箱 琴高一點點 喂 他帶了交手套 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但他看電視看得很開心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進去呢 我打破玻璃槍 引開他 不行 因為現在沒有任何工具可以用 但他應該沒有任何工具可以進去 似乎 對 正式遊戲的時候 應該就 有很多方法去做 但這個試玩版 就什麼東西都 又撿不起 拿又拿不到 推又推不動 所以 我們再死一次 再死一次 看看是否還會 中門鎖住 什麼都做不到 好 那就純粹讓我們試一下 這遊戲的什麼 可以試到一些操作 等等 我們試一下這樣按 按然後 衝進去 不是 我就這樣開到 他是不是還在看電視 還在看電視 鏡 要引他出來 偷進去 我們首先不要踩這個 暴獸器 我們可以嘗試按門 終於走進這個衣櫃 但太遙遠了 我覺得走不前 周圍都是暴獸器 我很怕我會 聽到門聲 我突然靜了 可不可以安裝一下 嘩 我要不說話才能聽到 他有沒有走 因為 我是想說 我又不可以在門口裡安裝 如果一開門 他在門口 我不是糟糕 嘩 先撞一下 我不知道他走到哪裡 這樣就 但我靠著牆 應該沒理由可以在我後面出現吧 這些地方 沒用 還看電視 沒用 我覺得我安裝右邊的時候 他就會在我左邊出現 我安裝左邊 他就會在我右邊出現 不是 我現在是在蹲下 看不到啊 好怕啊 他還在看電視 OK 我們首先 要小心 撞一下 這裡似乎有閉路電視的位置 我應該不要走 這裡就封著浴室 進了浴室 這麼大的浴室 我們不要亂搞 廁所 突然有些水聲 OK 看到這個 熔路 不是 暖路 火爐的地方 現在根本沒有什麼可以搞 我現在這麼滿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嘗試引開它 然後進去那間房 聽著有沒有腳步聲 最重要是 我覺得衣櫃的位置 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的 沒有東西可以引開它 嘩 這裡的門 又被雪櫃頂住了 唯一是門鐘那裡可以引開它 但是 按了門鐘 我夠不夠時間 躲進去任何地方呢 我要躲進去這些房間 才可以 例如這個可以開到嗎 如果你說這個 咦 開到的 OK 即是說呢 我們有機會可以 先關門 先不要踩這個東西 我玩了門一夜 他聽不聽到的 這樣 叮噹 跟著 衝啊 喂 沒有出來的 你現在才出來 鬥去哪裡 聽到腳步聲 剛才 搞錯呀 這麼認真 按門鐘你竟然 沒有理我 你不是還看電視吧 怎麼有門鐘不認 哥仔 你 豈有此理 我 你不不想看電視 我 不想看電視 我 你賣 走走 走走走走 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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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衣櫃裡,這裡沒有路走 我覺得她會找到我 大家準備受死吧 我覺得這個DEMO 她是會無緣無故找到我的 看不到她去了哪裡 永世躲在衣櫃裡也不是辦法 我們是不是要出去面對 面對一面對 朋友 沒有地方走 我剛才進來 開電視 不可以 她引進來 Hello 沒有了,我可以進去 但我之前要進去的位置 就是那門釘住了 我們是不是這個DEMO只有這麼多 你看到暴獸器也放在那個位置 然後呢 她又在看電視 沒錯 我剛才進去的房間 但也做不到什麼 又上不了二樓 她秘密有密碼 那門有一個釘住了 我應該不會知道密碼 大家照計 她剛才走到哪裡 我成功進去房間 叫做 探望了一下 你看到我可以進去的地方 除了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就是她 這個房間不是她鎖住的 這個房間照計 奇怪 很黑的,看不到 這個房間有道門在這個位置 這道門呢 理論上 在衣櫃後面有道門 最多再試一次 可不可以推開衣櫃 我們昨天要怎樣進去的 我們是不是照開到那道門 現在其實 首先要叮噹了 引她自己來開門一次 封了那道門是完結 我碰到她就會Game Over 我剛才第一次衝過去碰到那道門 其實不是這麼說 我們那個demo是連續下去的 就是我們第一次搞完她 她就知道我們這個好奇的鄰居 她就去釘了那道門 所以第二次再來 那道門就已經封住了 我會找到辦法 我會找到辦法 進去那道門的 還是我 只是衝過去那道門 然後就Game Over 之類的 Hello KK衝 這道門 無聲無色的 這道門 這道門 我最多試一次 那間房間那道 那個衣櫃是不是推得動的 走走走 這道門 原來要在那邊開過的門才可以 差點看到她 她又回到位了 當然是安全起見 又在那裡裝裝 放了位 內容記不起 我扮演一個變態 那是誰變態 我鄰居變態 還是我變態 大家一起來變態 我會不會掃到那些花盆 喂 原來她頂住了 她學精了 嘩 之前我進過那些門 她全部學精了 頂住了 那我怎麼過關 有沒有機會過關的 那我做 那她會不會開通了另一些地方給我去呢 她是不是在那裡 首先檢查 她在那裡 我們是不是可以 推開這個雪櫃 我們可以打開雪櫃 但是 沒什麼可以做到 這裡又鎖了 很黑啊 晚上來 應該早上來會比較好 閉路電視也搞不到 可以推開這些東西嗎 不行 又是可以進到廁所 然後進來 這間房 很明顯鄰居放那麼多東西 是在那裡防你 對 我就是被他們防我 那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 不要打爛 不要打爛 這裡走出去 原來這裡這麼狹窄的地方 我可以走出去 那我在這裡進來 可以嗎 可以嗎 我似乎 拿不到啊 那些東西 可以拿開那些桌椅嗎 等等 這個位置要怎樣進去 為什麼可以出來 不可以回去 我想問 對了 要去正門再進多一次 又暈了 你暈是因為畫面3D遊戲 你暈啊 還是嚇到暈啊 還是什麼啊 你還看電視啊 你有你看你的電視 這裡那些門被你頂住了 這裡開到 唯一這裡開到 不行了 但是拿不開啊 那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什麼辦法可以躲到呢 沒有啊 他又沒有tutorial 沒有什麼呢 沒有教我 怎麼可以搬走這些東西 基本上 嚇到暈 驚嚇嗎 我已經很久沒有嚇過了 嘩 我試試這樣 嗯 色理燈 走得這麼慢 照計 要出事都出了事 沒事 有什麼辦法可以引開他呢 這樣做 不是引開他就不難 問題是有什麼地方可以躲 沒有什麼地方 嘩嘩 不起來了 沒有 沒有 我想搞 我只要搞搞這個閉路電視 是不是會引他過來的呢 沒錯 嘩 看到我了 OK 日光日白會好一點 沒有拍 會不會有不同了 這些東西又 我又搞了這個閉路電視一下 嘩 又多個暴殺器 玩東西 看電視 又多個暴殺器 我們好像連正門都很難進去 這樣 怎麼辦 我不是要挑戰這個後門 蛤 又蜂蜜 喂 給這條山路走啊 其實可以爬上二樓嗎 有難度 可以說這裡可以爬上二樓的話 跳前 跳前 按下按下按上去 咦 咦 不是這麼有趣吧 嘩 都跳不到上二樓 我沒有一個按鈕可以給我 攀爬 沒有了 後門又進不了 插包人都滿 那怎麼樣 我是不是死了 是不是壞了太多呢 那就 咦 不對 都還可以進去 高難度一點 這裡這樣 嘩 好像是蹲 蹲 還是站在那裡 不行 太高了 欄杆 我是不是要踩了暴殺器 死一次才可以 避過去這個暴殺器 嘩 嘩 嘩 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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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好 朋友 嘩 走不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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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好了 成功 做一步 嘩 連那道門都頂住 哥仔 你嘩 不怕你 你也是在看電視 因為 沒錯 什麼叫蟲坑 他搞了食物 落毒 讓他肚痛 之類 好了 證實了 我們可以搞一搞這東西 就可以引開它 問題 我哪裡可以躲 他會在這條路走過來的話 我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 雪櫃 但如果我躲在雪櫃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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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了 他真的找到雪櫃頂住 我是不是躲在裡面的 其實叫做 我明明就是 我的頭扭了出來 會被人看到的 這樣 我唯一可以引開它 就是那裡了 我現在剩下 他家裡很多食物的 殘餘的盒 之類的 我可以把這些東西推開 就是 不行 沒有 我唯一可以引開它 的方法就是 那個 我一按門中的衝進來 這間房間 會比較高難度 我們錯過了最好的 入到隔離房的機會 已經 搞一下水煲 搞一下這 搞一下路 嘩 藝術品 我哥仔你 這樣搞法 趕著我 我會再離開 會不會 喂 他怎麼起床呢 先 嘩 他去哪裡了 他進來 為什麼進來廚房 放一些 暴秀器 可以解除暴秀器 問題是 我收拾不起來 什麼東西 我是不是有一個按鈕 我會按 原來是F 撞鬼 我不斷按E 因為按E是Internet 他一進來 我拿起了 又放不下 那怎麼辦 我放不下 做人 最怕就是放不下 按什麼按鈕 可以放下 為什麼按F拿起 按右按鈕 是放下 又不是按F呢 因為這個DEMO 他一進來 完全沒有教學 就開始了 所以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按鈕 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 原來可以收拾東西 不同 玩了半小時 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 死了你 死了你 爬到看不到 OK 那我們是否可以拿開 那些桌子等等 首先 試試 會聽到 會 不是啊 Gordon Wong 跟我說說 是可以放些東西 入暴獸器 都不會再想到 再試試其他按鈕 去收拾東西 大家做DEMO的時候 麻煩 看到人 進了這間房 原來見到了 逃跑 逃跑 我明明逃跑了一個新位 為何會看到我 剛才 因為我沒有蹲下 你不是把我 鎖在我 鎖在我家裡的網 你 嘩 嘩 嘩 這個DEMO也有多少變化 嘩 嘩 他自己打爆了自己的槍盤 回去 這麼神奇 我們是不是 嘩 我看到他去了左邊 那裡 那裡 我們有沒有機會 對付到他呢 其實 聽到腳步聲 我剛才應該會走出街 還有一些腳步聲 我不知道是我的腳步聲 還是他的腳步聲 這裡擺成這樣 會不會出了後門呢 沒有 他在窗裡見到我呢 不是這裡 嘩 那我可不可以找東西打爆他的窗門 那應該可以了 最重要是我們是否可以先搬開桌子 OK 再來一次 他要搬著 喂 他要整車 他 等等 整車算了 不要轉面 撿著花瓶 然後呢 你猜我在門口進去是否不是太好的主意 放下 不要轉面 不要轉面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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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可以跳進去 我跳不進去呢 進去 進去 有沒有一個按鈕可以讓我踩進去的 這樣 我不想被嚇到 我就決定看著他來走 然後呢 可能就踩步驟器 他看來有很久才弄好車輪 找到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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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他可以在那裡 那裡進去 我還要 找密碼 哇 一聽到那個聲音 這個好鬼 完全是Slanderman 那樣東西 你不看他 他就會無緣無故 就會 走到你身邊 那 就是說呢 我們還要找到他密碼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大哥 有什麼機會可以找到他密碼 但我可以動到他的物品 不同的說法 紙皮箱都可以 是不是可以 搭起一個紙皮箱 然後就 在窗口位置進去 他是不是出來整車 好了 進了這個整車模式 那 但是為什麼他剛才會回到房子呢 我真的猜不到 我們放一個箱子 我們死都看著他 究竟是怎麼進來的 又完全沒有腳步聲 哎呀 這門被人鎖住了 拿一個箱子 扮一下蛇叔那招 躲在箱裡面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咦 他這次開了這邊路了 放一個箱子 頂住了 搬開 搬開 搬不開櫃 太重了 拿椅子去保護自己 先 喂 我看到他 那張椅子會不會有 開了到後門 走出來 裝一下是不是還在修理車 看不到 不是還在修理車 喂 他回到房子了 他 猜到我走出來 還有哪裏可以去呢 他會不會去檢查後門呢 他也挺有首尾的 關上正門 最怕就是不知道他走到哪裏 他又不去看電視 其實這個欄杆在哪裏搞事 走到哪裏 聽到腳步聲 喂 又走出來做車 是不是 OK 是 他保持著這個循環 整車 回去拿東西 我們呢 又趁機呢 他完全沒有發現 這裡突然多了一個盒 照樣都是正門出入的 我們不知道密碼 不過就 不知道怎樣進去 這個衣櫃會不會有 警罐 沒有 沒有 上不到樓上 我之前明明頂鬼住他 他也能進來 那其實我覺得 頂鬼住他是不是沒有意思呢 這間房間 可以進來的 這些照片會不會有秘密呢 這個衣櫃會不會有死屍呢 沒有 他再入屋會不會來檢查 這些地方 不知道 會不會有 顯示到一些密碼 欸 有工具 欸 我幾次有電筒 哎呀 我丟了這個盒子 撿回來撿回來 工具 工具 好像是 不是這個 這個是紫外光 哦 我知道什麼來的 這個不是那個Pan來的 我想問 照耀你 照耀你 嘩這樣也看不到 嘩 為什麼會起初看不到的 那個是不是紫外光燈來的 如果是的話呢 我們可能可以拿紫外光燈照一照 他的密碼鎖 會看到他 按開那個按鈕 有一個屁股黏住了那個 那個紫皮 不是會拿紫皮箱進去 看看是不是還在這個 出來弄青模式 如果是的話 我們試一下這次 我都覺得心血少 我玩得多 就是你被人捉不是問題 你嚇嚇那個 那東西呢 那東西聲呢 是我比較害怕的 OK 他又是去那裡的話呢 我們在蹲下 蹲下 試一下這個 是不是進去 關燈會不會好 為什麼有鎖匙院 鎖匙可以開什麼 不知道我開什麼 開櫃桶 嘩 這麼快就進來 丟下了鎖匙 我聽不到他的腳步聲 聽到腳步聲 好可怕 那就是出去呢 我們在這裡 撞不撞到他 撞不到 還是他剛剛回來了 不管了 又撞到 你可不可以讓我撞一次那個藍光燈去照一次這個keypad 我只是想試這個東西 他又打爆到自己的家裡 不知不知道他經常打爆自己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可不可以在那裡進去屋 撿多一個紙皮箱的話 首先要一個紙皮箱 都沒有紙皮箱 說出來了 他肯 他肯 OK 回來了 快手 我一進了屋,其實他會計算時間還是什麼,只是計算你trigger他 由於我不是太想自己嚇自己,所以某程度上我不覺得我頂住門會有幫助 我之前也頂住了門,還有我覺得我拿鑰匙反而會trigger他快點回到屋 這裏有沒有...不,這裏應該可以這樣走的,但要先搬開這裏 喂喂,讓椅子摘到自己 快點進來拿這個...紫外光燈,沒錯,然後呢? 喂! 擺明是slenderman模式,即是... 他...你不看他呢,他就會突然間不知道在哪裡傳送去你的頭 那不好啊,兄弟 我又...而且腳步色又這麼小呢 還是他...我給你一次機會 還是你走那條路,真的是我躲的那個位置呢? 因為我本來想著呢,如果他是... 即是可以看著他的行動呢,來去避他呢,這樣一回事啊 若果是Standerman那隻,你一不看他呢,他就會teleport到你後面那些呢 這樣就沒辦法聊的喔 我剛才都鎖住門的啦,而且你看到我,這樣又會...這樣又躲不起來的 很難...很難做的喔,真的 這個衣櫃是不是可以躲的呢,首先 這個衣櫃都可以躲的 我們進來,拿這個,拿! 走過來,躲! 這個衣櫃出去了喔 理論上,如果他剛才這樣會發現,他會進這間房間的 但我又...聽到腳步聲,看看會不會突然開門啊 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進來拿了這個衣櫃之後,他會不會... 然後聽到門聲,隨時我們會被人開門發現的,我不知道... 沒錯啦 為什麼我躲在那裡都會被人發現呢? 我是不是要... 當然啦,作為一隻遊戲,他不會被你躲在一個地方,躲在一輩子的 但是問題是,我又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會... 我因為沒有關門? 我試試有手尾的關門一會兒,看看是不是就不會被人發現 但是我...最糟糕呢,他又不是打開衣櫃看到我,他就無緣無故 那麼我在衣櫃裡面就死掉了 因為呢,我不是很想自己... 我只是說,不是很想自己嚇自己,所以我很想去... 知道究竟那個... 方法... 是怎樣... 是怎樣... 什麼情況下會出事,什麼情況下不會出事 我覺得呢,那條鑰匙一定有東西的啦 應該要先弄掉那條鑰匙先的 但是呢,我沒有這麼好的... 心機呢... 去被他嚇這麼多次呀,老實說 那條鑰匙依然是頂住的... 我一天不拿那條鑰匙,我想他一天都不會進來 我拿... 跟著... 關門...關門... 有手尾... 有手尾... 躲起來... 拿完... 放... 回家... 上床會... save了... 物件不用拿一個嗎? 那我要走出去才行 我這樣躲這麼久呢,是否始終會被人發現的呢? 最重要就是... 照計就... 他是不是會招勻全屋的呢? 這樣... 我不太知道 Lucy Wing也是玩過G人啦... 看來... 我就很有手尾... 關門啊... 那邊那個... 那個呢... 都找東西頂住了... 照計就沒有什麼... 就是... 除了這件東西... 在他的房子裡不見了之外... 如果不是都應該沒有什麼線索... 是被他發現我... 躲起來了的... 大門開了... 好... 我就是聽到一些腳步聲... 他是不是會檢查雲間屋的每一個位置呢? 如果他會檢查雲間屋的每一個位置... 那遲早都會發現我的... 我又不是很想自己走出去... 兜兜兜面撞著他... 好像沒有腳步聲啦... 你猜我出去會不會出事呢? 還是不出去都會遲早出事呢? 躲一躲好不好... 都沒有辦法... 整晚坐在那裡... 朋友! 喂! 一喊朋友聽到開門聲喔... 喂! 等得太久... Fatal Error 彈上遊戲... 這樣就算了... 等得久又不喜歡... 好啦...我們唯有... 沒有啦...沒有在窗口出啦... 遊戲彈了啦... 我都暫時嚇夠啦... 我都想先看一看啦... 那麼... 實在不是... 不是我應該會玩的東西啦... 實在太過... 太過驚心動魄啦... 對於我來說我覺得... 那如果喜歡被嚇到的... 我想這遊戲呢... 又是會... 很多人在Youtube玩... 然後... 就被嚇到這樣啦... 我都很少玩這些... 會...會嚇到自己的東西... 那...今晚破例... 破例一玩... 那果然是... 挺可怕的... 剛才玩的是... HELLO LABOUR的... DEMO啊...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是... 我就玩得不好啦... 搞了那麼久呢... 都... 沒有什麼進展... 那如果你們... 哪有興趣自己試一下的話呢... 就去... 下載啦... 免費... 這是DEMO來的嘛... 試玩版嘛... 當然是免費的... 這遊戲什麼時候出呢... 有沒有說... 看一下... 欸... 不是喔... 就出啦... 8月29... 預計... 那... 8月29... 但這遊戲都不便宜... 178元喔... 有什麼逃走呢... 如果真的被人發現了之後... 對啊... 他都說... 這遊戲的重點呢... 其實是... 還說... 他還說... Suspendful... horror gameplay... 即是一些... 很懸疑的狀態... 而不是... jumpscare... 不是突然嚇你... 那... 某程度上都不算... jumpscare... 因為他來捉你之前呢... 其實會... 有一點點的 sound crew... 就是有一點點音樂... 會提示你一些音效... 還有... 都會有些腳步聲... 聽到他... 噗噗噗噗的走來... 就不是完全... 真的好像... Friday... Fry Night at Freddy... 那些... 就是... 完全沒有... 預警的情況下... 就突然之間... 就馬上Game Over的... 對了... 那... 但是他說這個鄰居呢... 其中一個重點呢... 就是鄰居這個AI... 會學習的... 就是你... 好像剛才所說的... 你走過的地方呢... 他找些東西去頂鬼住你啊... 嗯... 他說... AI會counter your move啦... 會... 對你... 作出一些相應的應對這樣... And learn from what you do... 就是你以前用過的技量去學了之後呢... 之後就會... 對啦... 改變策略之類的... 那... 是一個... 挺特別的一回事... 腳步聲追過來更恐怖... 都是的... 你有個... 在期待著等死... 這樣的... 的狀態嘛... 最大的問題是... 我不是很肯定... 若果去發現到你呢... 你其實有沒有機會走... 我可不可以走回自己家... 呵... 走不走掉的呢... 如果你說可以走一下呢... 那... 我不知道這件好事還是不好事啦... 就是... 好像... 如果有得打一下... 但是遊戲始終都不是為了戰鬥的... 應該沒得打的... 但可能你會... 走得快好世界呢... 都會有機會成功逃脫的... 我覺得... 如果不是呢... 一... 如果有人看到... 然後... 立刻就會... 即是... 一... 啟動那個追理模式呢... 就立刻Game Over的話呢... 那也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 那... 的確... 挺... 陰森啦... 那... 環境應該說就不是... 不是大家見慣見熟的... 喪屍啊... 鬼啊... 只是一個... 只是你隔壁屋的... 房間而已...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恐怖呢... 就好難說啦... 我... 我... 他究竟是會... 可以留回家... 但他動作太快... 是啊... 我不知道... 因為他... 你這樣說的話... 他應該是... 他不會瞬間轉移的... 但我覺得... 都是那句啦... 你... 你... 他買一些房間呢... 做了某些事情呢... 就會trigger到他... 呃... 去那裡檢查咯... 始終... 就是你看... 如果我不走去搞的呢... 他好像一直都是... 走到房間的左邊... 拿一些東西... 又走到車上... 但一進去房間呢... 呃... 他就... 會... 始終都去到... 去到一些... 會找到我的地方咯... 我比較... 不是太喜歡這件事... Steam上面都有很多這些... 驚嚇恐怖的遊戲呢... 其實是... 系統就只是... 就是那隻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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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看他呢... 或者... 遊戲會逼你斬眼... 你一斬眼... 就會閃到你身邊啊... 會追近你啊...之類的... 都有好幾隻這樣的遊戲... 那些就... 真的你喜歡客... 的... 喜歡玩客... 的... 遊戲的人才好去玩... 我覺得... 我... 我... 這隻... 我都... 應該接受不了了... 我喜歡玩潛衡... 但我不喜歡潛衡員出事之後呢... 是會... 這樣... 被人的... 生 productivity twice來練滿了呀... 柯... 潛衡員失敗了... 你說Game Over也好... 要打也有好... 還是... 雖都有啦... 這個... 那隻找過了一個... 狂 82那隻... 那隻... 那隻... 那隻 控制了190 1 500kg... 是什麼人遊戲呢? 都有個... 有個難度呢... 就是... 你一被人發現,基本上就沒得打了 Kippy Watson化身 Aquid所說的Kippy Watson,如果大家不知道 上去Youtube找一下,Kippy Watson是 某一隻福爾摩斯遊戲 華生的NPC會跟著你 但永遠都會突然之間 你走到哪裡都追到哪裡 所以變成一個Meme 很恐怖的NPC 另外還有一個同類型的Meme 就是以前有一隻Tomb Raider 管家阿伯 他不是玩故事模式 玩那個Tutorial的時候 在羅拉自己的大宅 管家會永遠跟隨著你 無論去到哪裡 走得很慢,但始終都會追到你 唯一解釋他的方法就是 就是引他進去那個說房 然後關上門,好像就出不回來 也有時候有些NPC這些行為 就搞到大家後來有些成為佳話 可以說 對啦 這隻HELLO LABOR算是試過 我真的沒有這種心去挑戰 我覺得太恐怖了 對我來說 幾十歲的人 心血少 我覺得直播已經好像好一點 因為又是那句了 怕就兩分怕 好殘忍 阿伯永世都跟著你 你不對殘忍就對自己殘忍 你可以放回阿伯出來 那裡說房的門 你之後可以再開 因為 好了,驚嚇完之後 其實第二隻遊戲 我想玩一些輕鬆一點的東西 這樣搞法 我有另一隻遊戲 下載了DEMO 但這隻遊戲似乎很CASUAL 加上這隻遊戲 這隻遊戲 還沒做好 我覺得DEMO應該會比較簡陋 我再查一下有沒有另一隻 最近出了一隻 好鬼CASUAL的冒險 3D世界的公仔都挺有趣 那隻遊戲叫做什麼名字呢 我想看看那隻有沒有DEMO 但我一時之間醒不起來那隻遊戲 讓我休息一會 剛才玩一隻那麼緊張的遊戲 剛才的遊戲 那個trailer 就是介紹 都是這樣 你走進去房子 然後 左躲右躲 你這個鄰居 鬼鬼祟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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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